对于地球人来说 美国大峡谷可能是一处令人胆战心惊的壮观自然景观 但是一张显示火星地图的新图片 让我们对它产生了新看法 因为火星上有一个长超过4000公里 深达10公里的大峡谷 水手号峡谷是太阳系中名副其实的最大峡谷 它位于塔尔西斯高原的东部 峡谷长4000多公里 宽 200公里 深10公里 这是一个复杂的峡谷系统 比地球上的美国大峡谷长10倍 深5倍 它是由塔尔西斯高原形成时 地脚破裂形成的 从西部的诺克提斯密宫开始 穿过东部的一个大混沌地带 然后向北进入克里斯平原 克里斯平原有几个峡谷流入 如卡塞峡谷和战神峡谷 在每个峡谷的尽头经常有泪珠状的岛屿 即被水侵蚀的地形 峡谷的形成 可能与附近 塔尔西斯高原的形成密切相关 水手号峡谷悬崖和周围高原岩石特征表明 这里经历过火山活动 这些岩石是由连续的熔岩流堆积而成的 在这个星球的最初十亿年里 随着熔岩驱动的塔尔西斯高原逐渐龙解 周围的地窖不断伸展和撕裂 最终破裂形成一个巨大的水手号峡谷 断层模式的复杂地形被认为是在巨大张力的影响下形成的 滑坡在这些地形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物质斜坡运动也是最高岩壁侵蚀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高高陡峭的墙壁上 水手峡谷的地质演变向我们展示 几乎像历史书上的是高层一样 可以观察到几层古老的地窍岩石 以及液态水滴落在滑坡上的迹象 目前火星上的水损失率 可以通过测量今天和43亿年前的水和HDO的比例来测量 换句话说 这个低洼地区可能是未来研究的核心 它可以试图解决这颗红色星球的历史和地质演化 研究这一地区不仅包括确定火星过去的生活 还包括核石核地从一个更温暖更潮湿的环境 转变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寒冷无聊的景观 此外 如果飞行员被派往火星 他们将能够更多地了解火星过去和未来的生活环境 这对于未来人类是否可以星际移民火星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